愛與痛的糾纏 生活挑戰 孤獨堂目 友誼價值 家庭紛擾 性議題 分手掛望 前度情結 成長而難 身體困擾 離婚增襲 還有人生百味難題 李家豪、蘇庚哲、麥之華、朱福強 四位資深主持人 每個星期一 惠露心談不取暖 下面是我寫給你的回信 以下是我寫給你的回信 送給你的回信 寫給你的信 星期二、三、四、五 逐一回信為你解憂 闖開心飛 站在寫信者的角度 一起探索這些人生迷宮的出口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尊重每位寫信人 不加批判 只為感受和思考 惠露、不取暖 一個充滿智慧和人生經驗的 Podcast YouTube 深談節目 為了不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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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休四人台 無底深談 你的信 收信 今天是星期五 朱福強的回信箱 我是朱福強 下面是我寫給你的回信 HELLO MANDY 老實說 如果換了我是你 我就會選擇 選擇什麼呢 人家就悶聲發大財 我就會選擇悶聲響清福 就算了 況且我聽你這樣說 你還好像是忌人離下 我真的覺得 做人家的總父母 我們對待教育 孫這一輩子 真的需要這麼積極投入 需要這麼費心 我們出個殺人去 親一下孫 跟他們玩一下 甚至乎內部內地種種 我覺得都沒所謂 至於是嚴肅教會 我覺得留給他們的父母 讓他們去享受 我們最好不要參與 Amaniac 我個人的觀察 我見過 真的都聽過 很多家人 因為婆媳之間 為了教導小孩子的方法 意見不合 罵得很不愉快 甚至乎反目成仇 也有 其實 Amaniac 你都很難得 忍忍覺得你也有點收念 否則你也不會 給我們 這班圍勞友寫信 問一下意見 你看看 實在 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主觀這麼強 也有自己的一套 我覺得 應該是小野為妙 尊重一下他們 算了 而且 我覺得 以你的個案來看 我又不太覺得 你所說的說話 是完全沒有道理 是要 再說 你提出的方法 即那種洗腦的方法 究竟有沒有效呢 亦無從得知 對吧 成效都傳異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有沒有必要這麼執著呢 不過 Mandy 如果你確實相信 你提出的方法 是真的對你的孫子 終身受用的 我覺得你可以利用 你和你的孫子 單獨一齊的時間 和他 向他循循善友 灌輸你認可 即是你認可 的人生大道理 那需要不需要 令到錄音這麼複雜呢 即是在他的耳朵邊 不停地播放 就真的好像有些 發西斯的味道 我希望這樣說 不會冒犯你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 Mandy 我認為 對你上上之計 都是 悶聲 享清福 就算了 祝你生活愉快 珠福強 敬賞 阿 enhanced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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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赶紧不走决心 继续看着要穿 他真的勇敢 从前有个好水手 他自愿要启航 靠着朝夕雨浪 走他心爱地方 夜夜大海 只得他那正等 看着雷暴光临 他真的勇敢 从前有个小伙子 一块红了的面 对着轮近女孩 想牵他那对手 走着妄想 不必一定变真 仍然怀念那人 他真的勇敢 就像妄想 不必一定变真 仍然怀念那人 他真的勇敢 仍然怀念那人 他真的勇敢 他真的勇敢 福强 下面是我写给你的回信 我是李嘉豪 多谢你写给我们的信 以下是我写给你的回信 为路不取暖 送暖给你 麦芝华送给你的回信 请听我书今次写给你的信 为路不取暖 解忧四人台 无敌心谈